文貴 其實我覺得 台北人營很累 不管什麼工作的壓力好像都滿大 有的時候跟台北會有一樣的壓抑或那個孤獨的感覺 然後可能也許就是像那次瑜一樣吧 就是自己住在一個崗裡面 聽起來好像會有一種孤獨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獨特性的地方 那每個人來這邊都是一定受它影響 這裡有什麼影響 那就是你自己怎麼適應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在台北生活很難 然後可能交通或人 他們可能覺得台北人很機車 台北人很獨立很自我 在台北我覺得就是很難去 真的可以交到真正的朋友 我上來台北應該是2004年上來 然後到現在應該12年了 因為我來台北念書的時候 爸爸媽媽剛開始並沒有那麼同意 所以我沒有辦法 就是畢業了之後 然後再回家鄉 我自己也是有一點倔強 我覺得好像不應該 就這樣回家 然後說 我現在就是沒工作啊 所以我一畢業就有找到工作 國中畢業的時候就是 讀美容美髮科 然後建交合作上來台北工作 之後就是一直都在台北工作 就是我自己想要上來 因為我覺得 就是想要在外面 自己生活看看 對啊 因為在家裡總是限制會比較多 雖然我是從嘉義上來的 可是我覺得 其實台北有很多人都不是台北人 那一開始也許我們不是 像現在這個樣子 你可能以前在南部的時候就是 很無憂無慮啊 很單純步調很慢 然後上來之後你自然而然 我覺得人就是動物 你就是要去適應這個環境 跟這周圍的人 然後你就會形成交流嘛 然後大家就是互相影響 你們在哪裡啊 我跟你講要等我一下 我剛剛下班啊 後來因為剛來台北就是 很多不熟悉的 就是也不知道東西要去哪裡買 然後下班有時候也很晚了 然後也沒在台北真的這樣買東西 煮東西過 但是後來比較 大概一年多之後 我才有自己這樣子在煮東西吃 然後我才覺得 比較像好像有回到 南部的生活感覺 現在基本上應該是 早上九點半到晚上六點半 這是正常的上下班時間 然後這幾個月會比較忙一點點 然後我就畢業之後就來台北工作 因為我昨天就有聽到就是 我們去那種配眼鏡的店 那老馬就說 欸你們年輕人啊 然後來北部打拼很好啊 這樣子就是 以後你們回南部工作的話 就是會比較順利 因為在北部比較拼 聽他講完之後我就在想說 真的是這樣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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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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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